反倒系统的操作评讯 英国国防纳臣华莱士士德华同 将小伊特兰提供一广的军事支持 包括挑战者阿尔主战的反作 共有一种双港车 以及较值约4800万民旁的业续装备 俄罗斯总统先例如佩斯科普 前面展示英国的购买指挥文化的工作 克罗利亚总统米拉莫维奇 已经在之中用的采访之道是 美国的本约是在重大 美国和北约正在利用 乌克兰危机进行对俄罗斯的战争 他们一直在发布战争 难道要我做美国的努力吗 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也毫无不许 十六号世界经济分台 2023年年会 在瑞士达沃斯拉莫文明 今年年会以线下好准备 主持人在通业的世界中 加上一波 全球约2700万民是政治商务 世界和美国的努力 探讨应对俄罗斯的朋友 和文明是政治商务 英国教师工作组织 全国教理联盟 十六号公司 将在英格兰河北尔市部区 取行罢工 首次罢工 预计在2月1号之前 同一天 英国最大故事分队 黄家庭学院分队 如果以政府的谈判 在1月底前没有进展 英格兰河北尔市的故事 将在2月6号至7号 提供第三名运动 受能源运机 经常高齐的运动 英国江湖陆河北尔市的 多种活动 踏出一段 英国加勒图米亚州 土耀网县 中央社区的 英国加勒图米亚州 中央社区的英国加勒图米亚州 中央社区的英国加勒图米亚州 中央二十岁 Genau 二十年 墓平约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小快乐的增长数目。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样的,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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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增长还很大。 中国经济增长, 你一共一起来转,看看外面。 五周共庆,四海同春,中国年,亨喜酒。 五周共庆,跟着全国人员,春节半夜。 主持人,中国人员,春节半夜。 大家好,各位朋友们,我们来收看这本直播的世界嘉宇。 今天上午我们国家体积期经济了2020年报, 其中两个数据格外的不关键。 第一个,是经济,最后的结果是增长了。 大家都知道,2022年非常不容易,因此这个数据可以接受。 第二个数据呢,是2022年中国的人和素增长发生了。 就是61年以来的第一次。 短期内改变这样的一种趋势不容易,因此面对这个数据呢,大家不得不接受。 但还是希望未来能够通过很多需要的这种工作, 让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出现更静止的变化。 但是,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这样的趋势。 而是已经开始了2023年,在这过去的经济速度推迹当中, 透露出怎样的一种趋势, 我们会达到一种可能性的增长? 来。 212年中国经济究竟怎样? 今天,答案揭晓。 212年全年,中国的GDP输入过620万亿元, 以上的增长13%。 还没来说一次,是能为日本跟NP。 我们阿尼阿尼的进力增长都不会超过百分之。 由我们这个颜色,应该来讲, 这多多的超绿期因素还补充一下,是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 面对一系列超绿期因素,2022年的GP53仍然来之不易。 眼下,各地养惠政态如许召开,已经有多个市场公布了本地2023年的GP增长目标, 大波提供在5%至6.5%时间,提供京西大省广东、山东、浙江都设定待到5%以上。 江苏则是5%左右,上海将增长目标定为5.5%以上。 北京、天津分别为4.5%以上和4.5%左右。 今年的GP53预期性的指标是5%以上。 另一方面,是从能考虑到国际的这个退迹。 2023年,我们世界经济增长当中,可能会出现两个现象。 另一方面,叫低增长,另一方面叫高欧, 另一方面,我们会面临智障第二个大的国际队。 在另一方面,国际呢,直到现在经济发展板中, 我们面对的需求收受分析分析, 必须检问有一个三条要求。 2023年,如何让我国经济增幅同为合理的时间? 2023年,作为拉动经济的三条要求, 消费、投资、通口又开始无可发力。 2022年,受疫情影响,我国消费市场首逃较大成绩。 全年社会消费与零售统合,同样下降0.2%。 2022年,随我12.7%。 但12月份,消费降股已经在收盖。 今年开年,旅游餐饮消费都在运户恢复。 亦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 各地又开启了新额与消费券发放。 从我们经济的情况来看, 国家运动机制复材是科大投资需求的通常性的政策。 因为我们相信的科技局部, 还会在科大消费上, 等进投资需求带入经济会, 有更多的作用。 再看外景, 2022年, 我国外贸在压力之下, 仍然持续了7.7%的增长。 其中充好增长了10.5%。 2023年, 外贸形势依然为面临挑战。 好, 接下来, 我们马上连线, 红冠西区其家, 上海财政大学的校长, 刘安珍。 刘安珍。 刘安珍,您好。 虽然刚年轻的时候, 近年2022年的进军成长目标, 反共目标无可用, 但以后大家都知道, 这年太容易了。 这些3.0比大家想象的, 好像还要老一点。 您怎么看待这个3.0的东西? 首先, 这3.0的比较非常不容易。 一个是, 我们本平常就面临着三大下族压力。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在去年, 我们又面临了病情增长, 面临了房地产生气调整, 以及四个机器不断恶化, 这三大超低气的这种压力, 所谓导致我们有整个机器增长速度, 能够达到延前所毅致的反映率。 但是,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增长速度是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性, 同时, 在大国经济的这种增长中间, 也是拔了投资的。 所以, 因此, 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是来自成的。 但是,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 3.0的这个增长速度是最劲的, 在大国经济的, 可周知生活, 所最劲的企业力量的增长, 以及国家财富增长的状况, 实际上是在相应的流水过状, 那么, 这就导致整个这个地域里面, 变成了一系列的费者大力, 所以, 按照我们的扩算, 整个目前百分之三个增长速度, 没有达到合理的增长速度, 比我们在长範化的增长速度, 一定在你百分之二, 二点到三个百分之点, 都要比达大力。 由于是, 我们在二二三年, 整个增长要比得全面好准, 那么, 必要是数度, 那么,必要有些是数度。 刘晓晓, 回望二年和二年和二年和二年, 仍然是起坐起坐。 你看, 第一季度的从四点八, 第二季度零点四, 最低。 第三季度三点九, 再出锁数就美, 所以, 为人是二年和二年和三年。 那么, 透过这一波疫情感染的风景, 大多直现在, 12月底左右。 那么, 有人乐观察在哪个多月, 从叶方开始, 谁这样的感染, 都超过了百分之八, 甚至超过的 hommes, 总时, 盛成精英证又特意好的人来。 這個疫情討轉,是不是今年經濟增長的絕對性? 經濟討轉是有幾個很重要的現象。 第一個是經濟討轉,第二個是防疫產生地調整, 得到賞得。第三個很重要的確能, 能夠擁脫的必須,整個世界經濟資格也帶來的這個分析。 當然,這三大因素之間,最似乎的經濟, 避免成立。 因為按照問題來說, 我們2022年, 因素所帶來的經濟降法的這個程度, 所達到了兩個百年, 也是最主要的經濟成立。 因此,我們所提判的經濟降好的這樣的一種態度, 是必然的。 但是這裏面的部分,到底是什麼樣? 但是存在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一個是,疫情放開, 不在於我們會受到疫情的一些經濟。 第二個,很多就是防疫情操作的物理。 到底有什麼? 那麼實際上,還需要我們自己觀望。 更為重要的, 整個世界的這種任意, 對於我們的技術所, 對於我們的經濟資格, 到底有什麼? 我們在2023年, 有一個樂觀的展望, 但是有一個整份的經濟。 林法長, 那必然在這個數字之下, 就要去看2023年。 我們當然要把這根本文化, 不是一年的角度去看。 您覺得, 如果從整個時速, 甚至到2023年, 又要一個時間的角度來看, 我們今年, 您是否緊張正的, 如果報告當中, 把經濟多數, 起碼確定為女優, 確定以上, 讓這個目標還能補償, 您怎麼看? 首先一個就是, 我們按照整個2035年去規劃, 我們的GGG和人工GGG, 要再上一個牌件, 也就是說, 再加一個分別。 那麼, 我們在這15年裡面, 常常的增長率, 必須要達到4.81%的增長率。 但是, 我們在2020年, 取得2.2%。 然後, 2021年, 那麼, 取得8%。 今年, 取得3%。 那麼, 我們這3年的平均增長率, 就是只有104年。 那麼, 以我們15年的平均增長率, 比方的增長率。 那麼, 如果按照前提過高的資本, 就這樣, 155年的平均增長率, 就要超過幾年才能發表。 所以, 因此, 我們不停的增長率, 反而我們繼續的印象, 是比較差的。 同時, 更為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要達到經濟良性平常, 達到一種常態化的一個發展。 那麼, 我們經濟增長率, 必須要達到5%以上。 那麼, 這個決定, 我們在持續輸出, 持續輸出, 只要我們用我們的一些疫情, 防地產, 和體制, 經濟的這樣的疫情, 更有的地產, 使用我們的經濟增長率, 要達到5%以上。 所以, 因此, 2023年, 我們的經濟增長率, 是5%以上。 嗯。 呃, 我特別想, 今天, 每作為經濟學家, 是怎麼看待一種疫苗增長? 這個我們60年, 61年沒有這樣做的, 這個進去, 它一定是不一樣的, 你怎麼去覺得它進去? 嗯。 嗯。 人口這個變化, 是一個殘詞, 人口發展, 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 各地政策, 殘詞, 最起的一個殘詞。 那麼, 不能做簡單的殘詞。 像是, 它在整個經濟發展的方面, 一定是一個, 壞個經濟的這個殘詞。 那麼,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由於文化負責長, 一定是對於我們的經濟人口, 會帶來的影響, 也就是, 勞動力自身的整頓, 會發生一個縮縮。 那麼, 另外一方面, 很重要的, 在人口負責長的城市, 那麼, 老齡化, 會加速而上升。 那麼, 這也會增加一個, 策略的這個開支。 那麼, 這就導致幾個, 一個是, 我們的股市率, 會下降。 投資率, 也會下降。 那麼, 更重要的一個就是, 由於, 老齡化, 老齡化, 所大人的, 這一個, 老齡化開支, 會突然可以加大。 所以, 從而導致, 我們的增長會, 會有一個自然的變化。 那麼, 這個變化, 不是一天兩天, 也不是在一年兩天, 會有一個人的變化。 那, 我們完全可以通過, 一系列的技術來自衛充。 比如說, 我們可以, 對我們長大的勞工人的門口, 進行掛施。 比如說, 延長計劃, 必須得對這本職業。 再講說,我們經過各種組織, 改善勞動力市場的一定程度。 特別是我們目前的各種政治制度, 以勞動力市場的效果有大。 尚行動力市場的緊急市場。 內建做尚行動力市場。 我們看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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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